丁美台 拳赛员 合逐 进度拳赛员 范文豪 张兴露 运动员 孟范 张建兰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挣走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张建兰 获得开球选择权 各位观众 大家下午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新海实验中学体育馆进行的 中国梦 孟芝兰 乔士碑 2017年中世八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 连云港站的比赛现场直播 本场比赛是今天的第四场次 两点半开始的场次 对阵的双方是穿黑色上衣的 来自天津的张建海 对阵屏幕右侧穿白色衬衣的孟凡宇 我是阿苏 我是张俊勇 这场比赛继续是有跟阿苏 一起来给大家去评论 本场比赛呢 还是第一阶段的胜部的比赛 比赛规则是80分钟限时抢7 双方轮流冲球 全程包括8号球在内 所有子球军无需报道 第一局 张建海开球 张建海来自天津 1981年出生 之前也是在天津打斯诺克 对 张建海这类球员 从去年开始 在咱们分战赛里的势头 就是比较凶 然后在今年的第一战 山东临翼战的比赛当中 也是打进了32强 曾经跟戴勇的一场比赛 打的也是扣人心弦 对 而孟凡宇呢 来自黑龙江隋化 1989年出生 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年轻球手 球打的潇洒 颜值还非常高 总人八小姐最帅的几个男士之一 你知道这之一里边还有谁吗 几位男神 男神 几位男草 行行这么说 没毛病 还有几位是谁呀 你行行行行 我考考你 有不老男神 毕竟你在这个做咱们这个主播之间 也不短了吗 多角色在你的画面里都出现过 小倩 我觉得有不老男神 小倩 小倩老师 说说说说 还有刚刚 在上一场跟李和文老师对战的好天 前期的好天 再说再说 还有 那还说啥 张庆勇老师 我给你列举 好 大概这个 王小倩差不多算 不太算 夏红颜和戴勇 嗯 其他的展示不是特别突出 那么 再往细算的话 其实咱们刚才跟向远打球那个李延啊 小伙子也是挺帅的 对 好 我们言归正传 嗯 刚才几个安球 白球已经是过渡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高杆一推 顺势把库边的五号球 这张球打薄了 而且薄的还不少 对 但是还好啊 这个四号球停到了右上方底带的带口 挡住了这个花色球十四号的进球线路 嗯 意图非常好啊 白球拐了一个小小的弧线 想是通过弧线啊 这个撞击K开十四号球 如果效果好的话 把对手的四号球帮进 自己在寻求进攻的机会 十四号球 左边中带 打后了 选择传进带口的一号球 现在也过来看 六号球到底够不够 左边中带 虽然五号球现在停到了右边中带旁边的位置 看似呢 有球进带 但是不太好衔接跟较位 对 球上球他带了反赛啊 为什么说没有走特别好呢 还是说打的有点偏厚 六号左边有吧 黑八说是没有挡住 中带 嗯 感觉像是 所以说这个安球 他如果是想轻轻带一下 或者甚至于走这个六号球中带的话 还是说打的目标球有点偏厚啊 本身呢 咱们打新泰尼这种下反赛呢 打厚一点 本身就要洗裤了 你再带反赛呢 还会有一个卸力啊 白球一个效果 10秒 电视 借力传 借十四号力 然后传 总在下方的一个单子球 是一个三颗球的组合 而且借十四呢 还有借薄鞭啊 非常难的一个二 如果传进啊 这个安球可以上十甲啊 借薄了一点啊 其实啊 这个台球比赛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 呃 可以允许你打不进 但是不绝对不允许你不敢想啊 对 打不进 我也得交位 哈 对吧 台球必须这么打 当然也分情况啊 有些个别球 需要你去做防守 你就一定要防了 现在白球衔接到了自己最难的 11号跟15号 先处理掉一颗 弹起来看角度 是不是继续啊 还 还有低杆往回 再拉弹一呼起来 很强的一个左赛啊 久够吗 够可以打掉 然后左边12 右边有13 上去再打黑八 在赛前呢 跟张建海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跟他啊 所以在参赛之前 就跟我说 呃自己憋了一口劲儿 憋了一口气啊 嗯 想让这个 全国的台球球迷们知道 天津还有一个 打中式霸球很厉害的大海 哈哈哈 他以前其实 早些年间啊 他也曾经在北京待过 那段时间我们在北京做教练的时候 有时候大比赛会碰到 第一局 张建海胜 一分一比零 后续呢 可能因为一些事情还怎么样 他回天津了 天津北京也尽量了 确实 是 近两年 张建海的这个势头是比较猛的 其实年龄也到了啊 1981年出生的球员 也该到了出成绩的年龄 那本届赛事呢 也是得到了 乔氏中式巴球台球桌 企鹅直播平台 野豹台球杆 英国试创6811台泥 比利时雅乐美台球 优泽台球计飞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 等各大厂家的这个大力支持 刚才看觉你这个语速中间 顿了一下 是画面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 是不是 对也看到了企鹅直播的这个主播啊 啊 跟你一样啊 也是咱们企鹅这种 官方可作平台的主播之一 确实每一位主播 为这个很多的网友啊奉献这个精彩赛事的直播 嗯 他们一站可能有站一天啊 很长时间 对 很辛苦 昨天我大概中午的时候 还是下午两点多 看到那个小畅啊 还有神闷啊 他们从这个楼上下 然后我们就随便问一下这个比赛不播了吗 他们说这个腿都转肿起来了 嗯 在这里呢 也想允许我啊 感谢咱们企鹅平台的所有主播 感谢 乔士这次给你提供了一张椅子可以坐 哈哈哈哈 是这个意思吧 是 要不然你也得上外站着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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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孟帆宇呢 十秒 也在这个 厂考 因为这盘呢 球形呢 相对来讲 单色花色都很开放 好 关键是包选的 上方最好打一颗十号球 现在出竿这个位置可能是打不到 缝隙中间好像有一个四号啊 上方中带一 白球 哎 还是底带一颗 但是底竿明显是走的还是有点小 再往左多走一点的话啊 其二球这个角度会更合适 啊 这样的话这种大角度 发力了 如果观众们关注 想关注其他场次的比分 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抬球圈有料 找到 比分直播的选项 就可以查询到比分 也可以登陆中视八球网 在首页当中找到比分直播 乔治比赛确实啊 大师赛 这个举办了这么多年 从赛事信息的公开化 以及 赛事信息的这种 对观众们的友好度啊 确实 在国内来讲是首屈一指 观众们很方便就可以找到 其他场次的比分 关键呢 不管什么事啊 只要你用心 用对人去做就好了 不然的话 资金再雄厚啊 就极端再大 不用心做也是容易出现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画面 或者视频质量啊等等啊 看位置 看位置 再早 稍稍靠靠靠边一点点 但是这个位置呢 对于张建海来说 不算很好 因为他本身是一根 左手持干的一个球员 在这个位置 用右手打的话 是打不了的 除非是像萨里文一样 双手啊 左右手都是可以打 左右护博树 对 有些球员有这个能力啊 好强的低杆 下来刚好12号 应该最下面这颗13啊 13打掉 9号的两边底带 都是没有问题了 张建海呢 也是之前也练习斯诺克 所以我们看下杆器 那使用起来还是 弓底还是非常深厚 敢做动作 哎呦 这杆球 他打起来觉得6号就在 中在这个线路上 可能会白球会撞到 我就顶到也没关系 对对 就是差了一点点 先把单独最难交位的7号球打进 最好摆一点角度 第一个拉回来 6号不错啊 还是稍稍有点点小感觉 所以如果要交2号的话 还要再调整 直接交3 依旧上2号 低杆往回拉一点 还是推 最后还要上去啊 再用3从上往下 他还是更习惯 只要8号球就下方抵蛋啊 那肯定的 他觉得那样的话 这个打起来更放松 关键是这几杆球啊 他这个次序上和这个白球到位率上还是不太好 一直在调整 嗯 你看就是很多种的这种高杆左在右在啊 一直在里面 你拿起来 这也是他个人 第二局 孟凡宇绝 风格之一 第二局 凭分 一比一 两个人求风都很快 节奏不满啊 孟凡宇 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场次 还有一些精彩的对决 有一些知名球手也将登场 比如说朱龙 杨镖 以及张请时 刘坤 李中伟 晚同乐等等 大家也可以关注其他的企鹅直播 看看他们有没有直播 您心仪的球员的比赛 第三局 张建海 开球 中球有球近代 力量也很足 而且炸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选球的话 目前花球是最好选 关键就是闲键上方的9跟15 交哪个带 怎么来打 你过来观察一下有没有自然角度 传进左边中带 职业球员们对这种自然角度啊 还是非常的敏感 先推十一上去 刘一杆传球 将15跟球解决掉 下面三颗难度不大了啊 对于他们这样的水平来讲 就属于儿童球了 好球 好球 提前啊 先去看一下 下一杆的白球位置 12号阻音杆 稍稍下耳中低杆 可以发力 弹起来 一个是往前轻轻点 另外一个低杆拉回来 走大了没关系 可以走两扩到三扩 稍稍下点中低杆 问题不大了 第三局 张静海胜 对分2比1 开球星台 第四局 孟帆宇开球 第四局 孟帆宇开球 张静海胜 扩球 白球又吊带 张静海 线后自由 轻推推下 看黄宇角度怎么样 还不错啊 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白球向下的角度 这杆球 登起来可以直接叫四小球左边中带 或者高杆走两扩推过来 打四小球右边中带也行 再或者啊 最保险的 白球往上走多一点 最起码下边的选择还是比较多 看看是发力出来 还是轻推两扩 再推过来叫六 一次向上就行了 四六五七三 或者三七之间 这两个是不是看哪个位置更好 白球到了一个双位 在这种就是说两个球都能选的时候 就一定要明确自己原来的某一个计划 除非是实在不行才会做调整 只要原来想的是对点 六五这样过来 就六五 你别说五七六三 这也是因为你实际情况下是可以打 你就不要改 还是有点做调整了 就是说三七的次去它换了一下 把这个三号先去解决 直接低竿 然后下反赛 上去再下来 这根球 预判上出问题了 然后出个按呢 打的稍稍有点高 低竿不够低 优赛不够强 这根球 可能要拼应该准度了 嗯 准啊空心 再走点 哎呦 稍稍有一点点小啊 准啊空心 但是我准我怕谁啊 看能不能拼借啊 小观众 右边看台的位置啊 梁石鱼 对 有时候也得考考你 哎是静电了吗 还是滑干了 好像是滑干了 这个球 打特别厚啊 皮头位置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嗯 但是孟凡宇这块也无所谓 就是 你也没太好机会 刚才这两个人 两个人频繁出现 立即失误 孟凡宇稍稍有一点点着急 不然其实这个失忆率他来说 机会相当好 以他的准度打这种球问题不太大 有运气吗 有 哎呦 也是失忆了一下啊 当然了运气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尤其关键球啊 打进 八号球 这一次啊 摔过了三秒 第四局 张建海胜 一分三比一 虽然张建海刚才这一干有运气成分 但是还是来自于 他有想法的 啊 孟凡宇上来之后 打十一这个 太草赛了 没错 不然的话自己从头打到尾 然后拿下 还是比二评了 一分钟 别再次 第五局 将军还要开球 虽然张建海这一杆冲球没有球进 给了莫班宇上手机会 但是我们看单色花色都不好选 因为都有球相互牵制 这个就有点像你上一杆说 运气也是没办法避免 有时候是这样的 今天我跟他打 我自己炸球本来就不好 我不禁对上青台 对方进有可能对方炸请 对方不进 我没有他打 这个是在控制不了的 这番球一个六号球一个七号球 单色里最难的两个球 分别是需要可能去叫一个细位啊 或者是带开 先带一颗出来 再看六 还好啊 最起码打二号你要觉得停不住 白球还可以走两库啊 去叫这个六号球的右边动带 就叫这个六号球的右边动带 就叫这个六号球的右边动带 这根二号球也差得稍稍有一点点多 选择补 选择补局 这根破坏对方六号球没成功啊 不过白球放的位置还是不错 左下角三号现在有漏啊 并没有挡住啊 这个白球还是不算好 再推再弹一个过来啊 有把握的话 下一点点优赛 打六号球右边中段的时候 下半几颗球都很关键 尤其是哪哪颗去调这个 最难挡的七 直接翻带较位 好球 有信心把七打掉 孟凡宇呢 之所以得到很多球迷的爱戴 不光是颜值高啊 而且是秋风有的时候非常潇洒 对 他多少还是跟那个 戴勇有些打法比较相似的 确实 一些强势青台里边的 比如说翻跳啊 或者加赛啊 这样的一些 这一盘挤竿的失误啊 确实有一些 显得多了一些 嗯 再有一个能明显看得到啊 就是 弄发宇是稍稍有点着急 哇 他有信心的啊 直接就是编酷这颗 这就是执行力啊 刚说完要换吗 还是打 漂亮 这个准度 好 好准 就是有信心 嗯 有信心 站起来刚想调 一形色 我既然走这个位置 我就打这个 想起来这个我有的时候 在直播的时候 球友在打球 嗯 遇到很难的球 我都会啊 吹个牛 我说这种球 对于我来讲 就是带口球 带口球 结果呢 真的打一拳了 哎 结果网友就相信了 是不是 再摆一颗 不摆了 就打一颗 那脚都还行啊 滴杆可以往回拉 或者直接 感觉还是稍稍有一点偏直啊 如果说 推多一点向右的话 直接送滴杆 向朋友左边走就好了 叫15号就右下角 但现在这杆球 要想强行向左边走的话 发力量还是比较大 直接滴杆过来 叫中带的话 这脚都还不太允许 就是直接蹬 再来一杆准度 这杆球如果说能向上蹬这么多的话 其实向横向的话 也是可以 杆高了 厚太多了 还有运气吗 没有了 如果这杆球再也蒙到这个 上方中带的话 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连续的有黑八前面一颗球 关键球 三角中带借力吗 看白球怎么来放 还是稳多一点 有没有防盗啊 这儿 还是有想清颠起来做斯诺克的讲法 像 蒙帆语机会 脚子够直 踢竿 我会拉一点点 可以 继续啊 排球左插方 走一点 黑八右下角 第五局 孟宛宇胜 孟宇胜 几队2比3 但是勇哥 您发现没有 比赛进行到现在啊 感觉张建海的这个气势啊 特别的凶 对 有点压着孟宛宇打的这种感觉 是 有点压着孟宇胜 赞有点压着孟宇胜 慢点 Across 这是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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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还是没有球进 现在孟凡宇陷入到了一个 冲球不进的怪圈 这一看直接过来去叫下方最难交位的五号球 五号不用想太多 右边中带七号球 左边中带四号球都可以来接应 张天涵也是过来看了一眼 二号球游侠房抵戴 有没有这个被十一号球挡住 挡住击球点 你看现在这个角度 白球也稍稍的有偏向十一号球分离的这感觉 看能不能定住 再往前跟 还好啊 近近是出竿的位置需要抬高竿位 不然的话轻推 白球会向湖边附近去靠 我来确认交六号球的位置 感觉小孟没什么机会啊 嗯 状态也好啊 朝你见海 而且这个准度一直是很稳定 没有太好机会上手 再来这黑帮你看一看 估计又是一个响带 你说响带我就推 第八局张天涵胜 一分6比2 就是不走寻常路 刚柔兵地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位球员不是说一直就会打铁 他小力度控制的也不错 这个就是球面 刚才张建海在坐那的时候 有一些小动作 还不太满意感觉 内心表现吧 就是说对自己今天的白球到位率啊 不太满意 我没想到两个人 好 准确實今天有一些球叫的 可能还应该再 角度再小一点啊 或者再直一点 closure 但是今天准度发挥非常好 张建海是1981年出生 来自天津 孟凡宇是1989年出生 来自黑龙江 高峰是差了8岁 这里边也是能够有很多时间 是自己抬球的一个沉淀和积累 在80分钟限时抢7的比赛当中呢 现在双方战成了张建海6比2领先孟凡宇 竞争也非常快啊 42分钟还剩下 比赛时间还没有过半 那么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下一个时段的比赛是北京时间的4点半 不是6点半吗 开玩笑 16点半啊 勇哥的调侃扎心了 昨天很有意思啊 昨天大概在晚上咱们散场之后啊 从这个楼梯下去 然后到外面的操场的路上 有两个人在 某一个人在问另一个人的问题啊 然后我中间插了一句嘴 这个问题问特别有意思 怎么问呢 所以哥们问那个哥们说 哎那个明天19点比赛 我说几点比赛啊 十九点知道吧 我这个着急了呢 我说晚上7点哥们 那哥们也饿了 对对7点7点7点 蛮逗的啊 就可能习惯性的叫法 就可能习惯性的叫法 就是说 年轻的有一些 这个球员里边 他不太会像以前那样去叫 很官方的 19点晚7点了 正常就是晚7点了 关键球五号球啊 前面你三颗 六七四下来的话 这个五号 先来K干 好像还算可以啊 最起码从这个12跟15的缝隙中间啊 从左向右下方打 这个五号球是有机会打进的 而现在打7 看是不是还需要再 轻轻的处理一下 不算好 对 对 对 我感觉孟帆宇的状态真的不好 对 还有一个 哎 中带差一点翻线啊 还有今天打球的时候 这个首先是白球倒入率不够 嗯 自己就着急了 再加上前面有第二盘第三盘 左上角有一个 就是张姬海已经出问题了 然后他打11没打进 对对对 张姬海把那球蒙去了走黑八卫了 那肝对他的心理影响还是蛮大的 就是本来我是可以去拿下的 他变2比2平 但是变成了一个1比3落后 这肝球如果张姬海上来 蹭11号喷下 真的是 没话说呀 来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是不是演员按导演剧本走 嗯 但是没有端 嗯 也没有借 这种球就是说 你发力呢 你会跟不发力 对自己的内心 一个自信心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发力你会更干大 轻推你会脑子里老觉得 我一推 不要稍稍的有一点虚 打出来效果就不一样了 看角度 好像是不可以往左边走啊 往左边走可以直接滴干 就可以把左上角了 但是现在好像又太直 看他在思考的话肯定是这样的 对 如果从右边现在带口 向4号球和白球形成角度的方向看过去啊 咱们能够更了解这个角度 怎么办 刚刚多蹭上百分之间 我现在有一点很不舒服 你可以用的 然后看高分之间 我们在部分的筑列 要在部分的筑列 要在这个方向平衡 要在第一次筑列 当时是比较 股列 我现在在盖上 要在比较 我现在无设 左边做司徒课 左边 13号下方 两库 解右边黑巴 他看的是直接往下走 直接从右边裤边解的话 有可能会解到一个薄边 也就是 左边底带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解禁 因为这个球比球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对 这90号我就怕他挡住了一个大部分的 一个下来的线路 就你打不到很薄的一个缝隙里面 有了 底带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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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爱跑 德奔驰 全国联网 全民开育 百万奖金 及时返奖 球房赢成本 零风险 零压力 加盟赛点 咨询电话 400606 零47 转五号键 爱跑城市英雄 排球超级联赛 排在等什么 快来参与比赛 赢取大奖吧 我觉得这个球如果放慢镜头的话 可能撞了两下 第一下过来先顶到 然后取代之后呢 因为白球跟目标球速度特别快 又贴了一下 酒局了 裁判这边 有 有点小小忘记啊 应该是官方休息了 对 官方暂停十分钟 这一次呢 组委会也是考虑到我们的赛场 实在体育馆 对 距离卫生间的距离有些远 所以呢 把这个暂停的时间 从原来的官方五分钟 变为了十分钟 我觉得两种情况 一个是双方都特别投入 包括在半个运动员 都想打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忘记了 当然球迷朋友们肯定是希望比赛继续啊 对 接着看吧 不要暂停 继续吗 继续吗 问他俩了 他俩都 打 好了 其实一个人是 张建海是 状态非常好 手感也非常热 而孟凡宇是刚刚打进了一颗难度球啊 正是士气提振的时候 对 不想再休息一下 没有必要 我就是借着这股热劲 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 还是不进哪 还不进 但是这盘球打起来不会特别简单 就算你准 你也不能准好几个 过来看一眼 15号 这位只看的话 15号 不是特别够大 右下角 直接K 推九吗 那难度是相当大 14 有张角 宝石 最干净 超宝 左边中带 哇底带够打呀 还是对自己的准度有信心 对 而且打完这个局面对方对方也是不好打 首先上来是个7号球 最好效果是能够轻轻借力 把14 接走 我们看效果 运气不错 我再来 因为你下面还有黄衣吗 对 6号球左下帮底带是绝对够下的 对 带一下 还是不够好 本身你红三呢 在击打的位置上就是比较单一样 只能从现在大概这方向从上往下打 然后你右边还有一个黄衣被对方的14号挡住了代考 那继续 屏幕右边 对 底带 有接力的话最好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已经打到这儿了 孟范瑜也是没有说太想做很大的一个跟对方啊 比如说纠缠两杆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有着 这干球孟范瑜难受了 就是张开海如果不主动的去把上面这个带角球解开 对比如说现在我不打这个球不帮你去传进去 那你自己现在来打的话 你都去很难受的 去打这个上个球 不好打 比如说你用四号船 哪有哪个K 很难打 现在船进去 倒是帮了孟凡宇一个忙 长台六号 四号右下角有吗 感觉是要拼这个 就是勾你十四 张家海最好效果 包十四包边 帮进四号球 白球稍稍再往红山下面 轻轻走一走 打这个就是要攻了 因为前面一直是张晶海特别准 很刚 然后这盘球就是既然你这样的话 那我就陪你稍微玩一会儿 空局吗 其实我倒觉得 我预备空局能力 只是我前面没想空局 张晶海这个 小心眼 那人家孟凡宇做你一个 你也报复他 没有没有 开个玩笑 对 开个玩笑 明白你的意思啊 张晶海的本意也是说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进攻劣势了 我也不能强拼 本身我这盘是一个6比3 我到赛点 对 我不能让你追他4比6啊 就感觉是不一样了 4比6我相信孟凡宇就心气一下就上来了 是 双方也是在斗心里 是 这盘球关键球啊 传进之后15号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然后打15k14 这一局有意思 张晶海这盘估计他想法还是比较多的 有借力15 有k球 关键是看你打完9之后白球的落位 如果直接高杆k肯定力量是非常大的 看效果效果 还是不够不行 继续 往前面带口放一下 这盘球其实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啊 一旦打不准 会把3号和4号打火 我觉得孟凡宇肯定是还要控制这个右边带口 必须是不让你打啊 打这个球是要够了啊 那就看看能不能放到三四里面 做一干斯诺克 这个球其实力量还是有点偏大 做斯诺克最好效果 他这个力量啊 有点像勾下的这个力量 勾下的话 你现在再拼三 你也没得打 对吧 老道啊 这看就是打的 白球有可能跟红三十贴上了 一点点缝隙 肯定还是要打包边 注意不要 不要露出酒 对 要避免犯规啊 应该是不太会犯规 关键是要挡住对方9号 是不是有扎干了 哎呦这个球 感觉带一点点 从他方向转的话 左赛 左赛 扎进刚好叫十四 哎呦这个球 一点点 碰到 再扫酷边接力 是不是刚才扎干的力量太大了 不是扎完之后碰到 要下有点太太厚了 如果碰薄了 肯定是往黑八下面走 哎呦这个感觉 这球 这么打的话 还看不发眼 这干来布防 怎么来控制 我觉得首先 应该先包围他一下 然后找机会去传进 咱用红三挡K8 然后就有机会赢 比如说把六号打过来 我看他量这个位置 感觉是 把六号打过来 对 白球再防一干 然后下一干你解不到呢 我用别的球给你传进去 对 传进去之后呢 咱用红三挡你一个黑八 然后呢 你再解 或者解到解不到 我就解决清台了 利用一个先后手次去的问题 嗯 分两步完成 这球啊 我一个 三阔啊 解下的线路 就是屏幕 就是屏幕右边开销线 大概 附近或者下方 然后呢 右边边裤 上方顶裤 左边 总在上方边裤啊 去解这十四 好球 就这个意思啊 来看啊 现在这个球来看啊 孟凯宇 可不可以传六区用红三座啊 没问题 黑八黑八 哇 这个球啊 还是挡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挡上这个下球点了啊 好够打呀 力量大了 够打 恭喜张建海双胜晋级啊 这个 但是小孟呢 因为跟张建海都是在胜部 这场比赛输完之后 明天还有一场败部的复活赛 生死战 谁没想到这个 这一盘是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场面 这场球是目前TV台打最有内容的一场球 是 观赏性内容性都非常强 但是没想到孟潘宇在 已经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了 还是力量大了一点 给张建海留了一个8号球的下球点位 好 那我们下一场比赛呢 是北京时间的 4点半 朋友们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